大家好,我是 MVPO 執行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在 Windows 7 我們使用執行的時候呢,這邊會有 使用過的歷程紀錄 那我要如何將這些歷程紀錄做清理的動作 首先呢 我們在 開始按鈕上 按滑鼠的鍵 選擇內容 此時會出現工作列及開始功能表內容 那我們取消勾選儲存最近開啟的程式並顯示開始功能表 按套用 接著呢再勾選 然後按套用 我們按確定 重新開啟執行的時候呢,可以看到他的歷程紀錄已經被清除了 謝謝你的收看 現場 新開啟 我們按照 於是 小水